云云的女儿已经五岁了,不仅长相可爱,而且性格落落大方,非常讨周围人的喜爱,看着女儿这么受欢迎,云云也觉得很欣慰,毕竟把女儿培养成一个小公主,可真的不容易,不仅需要家长们投入大量的教育和金钱,还需要女儿的理解和配合。 一,气质的培养,气质对于女性的重要不言而喻,在某些时候,它的作用甚至高过外貌,因此,在女儿的培养上,家长们最先应该注意培养的就是女儿的气质,不过家长也要注意,气质是没有标准的,所以在培养的时候,最好不要强行通过一些所谓的礼仪,无能来培养女儿的气质, 最好的做法是通过女儿的性格特点来引导她们,针对不同的性格,做出不同的教育计划,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,而且也不容易连接女儿的反感。 二,形象的培养,想要女儿成为一个小公主,不让她们有一个良好的形象怎么能行,在形象的培养上,家长们需要做到两方面的工作,一个是外貌,一个是行为, 虽然外貌都是天生的,但是家长们能做的工作还有很多,除了要让女儿保持良好的干净,卫生以外,家长们还可以给她们准备一些漂亮的衣服。 当然了,衣服并不一定要很贵,只要适合就行,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,不仅能够够提升形象,而且对气质也有不错的加持,在日常生活当中, 喊胜驼背,敲牙狼腿,是千万不能有的,不仅对形象不好,而且还可能造成骨骼变形,家长可千万要注意。 三,身高的培养,没有哪个公主是个矮鸽子,是想一下,如果七个小矮人和公主一般高的话,那么这个童话还算是童话吗? 所以,家长们千万别忽视自家女儿的身高发育,除了保证她们营养的供给外,最好还要让她们多参加一些有助增高的体育活动。 如果家长觉得跳高,跳远之类的运动,对于女孩来说不美观,那么跳绳,踢链字也是不错的选择。 四,要读书,读书对于人的成长非常重要,要想培养好女儿,仅仅让她拥有一副完美的外表, 还远远不够,还要让她通过多读书来明智,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? 好看的皮毛千篇一律,有趣的灵魂,万里挑一,要想女儿从内外提高自己,就要让她们多读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